中共大連軒踢鐵板 卡達世界盃11月20日開幕 中國男族未獲參賽資格 中共當局卻大吵 世界盃中國元素無所不在 引發網友嘲諷說 該有的沒有 只差一支中國隊參賽 陸媒已除了球場上 世界盃哪都不缺中國隊為標題報導 被指諷刺意味十足 中共近日頻頻釋出矛盾信息 似乎在清零與共存之間舉棋不定 外媒推測 嚴格的防疫政策可能在明年兩會後逐步放寬 然而對許多中國企業來說 到時候一切都已太遲了 11月21日下午 河南安陽市一公司發生火災 大火燃燒近7個小時 導致至少38人死亡 兩人受傷 消息稱 廠房工作人員多是附近村落的婦女 涉嫌縱火的嫌犯已被抓 凱信達公司相關負責人也被控制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蘋果日報》6名前高層 被控港區國安法下的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施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除黎智英外 另外6人週二在香港高等法院認罪 他們被審前以羈押將近一年半 法庭應控方要求 押後處理6名被告的判刑 新唐雅台電視正理報導 新唐雅台電視正理報導 新唐雅台電視